大嘴露露 双人路先确定下来 那看LNG这边拿什么 也可以先把辅助位给确定下来 开团比 对 那感觉有可能是想让Zeka去使用色体 对 因为上场的时候 Zeka就使用中单色体取得一场胜利 哎 破败王 经典格温加福威哥同时出现 对 整个LNG的体系算是比较明确的 就是前中期打优势 因为他们这个阵容就是杰斯 然后再加上芒僧 脚跃 他们上半区很强 然后再让一个维鲁斯 前中期拿到优势之后 可以一直推线 一直推塔 他的在开战前的poke能力 以及开团能力都非常的强 感觉很难推 而且是他先回城 然后先出来推的 这也强手列路拉到了之后 还起杀心 直接给杀掉了 艾卡好像有点迈过头了 阿勒踢下来 这边带过来 旁边是有一个威威的 阿勒这个位置有点危险 但还有一个闪现 闪现的一个蓄意红拳 直接拿到一个双杀 哇 这波感觉 艾卡是想等他的过来 所以稍微卖了一波 啥 我们看一下第一波 一 然后Q的第二段 直接打死 而且在这等 等打野 下来的那一瞬间 抱到打野脸上 开悟 晕 晕住 Q一下 来一个闪现的风拳 这波 批高的来到中路 有想法 Q 减速 先 EQ 减速 一技能 逼出了一个闪现 那这样一来的话 但这个时候 看一下必要机能不能找到一波机会 因为他们打野是有 中路找机会直接踢 但这脚就只消耗一下血量而已 压一下血量 打了一波加强炮 又消耗了一下血线 我要下路 又是一剑 这边Ami的血量不是特别好 这波如果说吃完线的话 可能要回家一趟 又一剑又吃到 但这波是打在了盾上 消耗能力还是很强的 这波得回了 因为马上半分钟后 小龙要刷新 但是这条龙刷新的时间 又打断了 这有点难受 那感觉这条龙可能不太好争了 有点压力 大不了给你 上路对拼 捡一下 捡起 突突突直接逼了一个闪现出来 大招 想要压一下血量 那这样的话 也拔了给逼回家 中了放下午先锋吃个肚腾 我们来到上半区 做一下视野 我捶上来 被捶一套 真的绕后的话 就只能自己徒步绕后就行了 下路已经打起来 波炎 跟自己队友有点脱节 闪换闪 这边躲掉了微微的W 没有被晕住 旁边想要找机会 拉了两个 带回来 带回来是谁 带回来是阿乐 阿乐捶一下 对交出一砍线 往后走 但正面战场 比干的还有一丝 却被点人点死了 爱王帝 交出自己闪现 没有阵亡 这边 比奥机是率先阵亡了辅助 而且辅助交掉双招的 这部比奥机 交的技能有一点点多 看一下 回头继续过来 要动谁 这边要动一下 微微微 还有最后一丝血 被吸了回来 这边是被TARTA 受掉人头 而且正面战场 贼卡轰拳 没有放出来 自己直接阵亡 爱民交出自己 狂风之力 往后撤 闪现 躲掉Q技能 这一波比奥机 打得有一点点蟒撞啊 四分钟后 就会来到龙魂团 来看一下 贼卡这波只是开 开到了两个 直接把阿乐抱回来 抱的是挺好的 问题就是在于 爱民第一时间 没跟上 而且赖的大招 是定住了PP guard 并且是旁边的 一个爱王迪一勾 先击杀掉辅助 这样一来的话 大嘴的作战 能力大大折扣 是 不好意思 刚刚说错了 这里是踢到微微 微微这里 直接被中野击火 而且这边被限制的 被限制 没输出的没输出 再下一波 再来接的话 也没有那么好 而且我们看到 赖的装备出的非常聪明 他是选择出了一个巨蛇之牙 所以他们想要抱团 先把这个中塔给推掉 把中塔推掉了之后 接下来冰线能带过去 龙魂 也比较好做 但是这BPU在死亡的边缘徘徊 BPU好像想要找一个 绕后的机会 但是这个 自己的位置是被发现的 经典眼上蹲 再在这里眼上蹲 说不定可以去击火 或者说是直接 选择开正面 看一下 BPU要过来了 王迪好像在找他 在找BPU这个位置 一勾 没有勾到 这龙已经打完了 要找机会 经常 BPU 第一段大招 第二段大招 但效果感觉不是特别好 DW已经开过了 回头开了个鸟盾 这边LNG 好像也不太想要继续开团战了 艾康 莫眼到旁边 这不想要踢BPU吗 龙魂好像有点 没那味 哎 中路先一炮 两边都在找机会 这Q没有中 BPU想要找Lite 找Lite Lite的这个位置 有一点点危险 但是没有关系 回头一见 所以大招定住Lite 这个位置 这边VV给秒掉了 而且Z卡带进来 自己的巨轰拳 轰了一下 这边是收掉了 脚跃的人头 人头让VV拿了下来 这一波BPU 找机会 找得非常好 找到Lite Lite甚至闪现 都没有交出来 而LNG则是选择 让阿乐单人 solo这条 龙魂 安慰一下 安慰一下 就起码有龙魂吧 总比没有好 看一下这波的回放 立上来 大招第一段 虽然说大招定住 但是 后面杀也是非常高 而且Z卡闪现的一个E技能 闪现抢手猎鹿 拉回来 对 先被拉 再被太坦大 然后再被路路顶起 这三个技能 全部留住了他 这个时候 让野区的佛爷国 掩护一下 垂令一下 BQ这里被打残 Icon也来 摩冰过来 想要留 再找角度踢 踢过来 踢过来 BQ这个位置有点威胁 你开了一个金身 但这样的话 BQ应该卖了 但是中塔 中塔能推吗 旁边 伏爷哥过来 想要去找阿乐 但是阿乐闪现 拉开身位 两个人能打一个伏爷哥吗 伏爷哥原地 交出一个金身 躲了一波锤子 起来了之后 想要操作 操作不了了 没什么操作空间 这一波推进 中路的话 推到了一个二塔 BQ还是想找 特意的位置 绕后进场 记得要想清楚 正面一直在这拖着的话 可能要吃很多的泡 没什么事 也想要找机会开了 要吃剑要吃泡 是Zeka感觉冲上来了 不行 这个时候赛不开 就没有机会了 旁边带一下 截一下 截一下 截一下是谁 戴着自己血量好 不会特别好 血动一个轰拳 轰的也不是特别的好 反正太坦一勾没勾到 没有勾到 BQB 比如赶紧往后撤 来看一下 威威这里 已经先开始 把龙给打醒 先先开始打龙 大腿隔墙输出 打龙的一个速度还可以 来看一下 这个大刀自己好 Zeka这个位置是多大招的 Zeka被定住 自己这个位置有点危险 回动一个蓄力轰拳 而且正面战场 Amy血量有点低 她还没有什么作战能力了 再往后撤 正面战场Zeka先倒 Amy PPGuard 威威都没血量 BQB 她能够力挽狂澜吗 她现在大招还没有好 看一撕 整体都没有血量了 Amy被打残了 Amy现在没蓝没血的一个情况 这条远古龙 还想再继续争吗 威威就只有一丝血了 这条龙感觉已经打不了了 是 因为这边BQ先边打边撤 但撤的同时又吃了太多的Poke 血量都不特别好 这波就感觉很厉害 但是刚才她大招已经刚用过 对面是知道你没有大招的 所以这边 Amy也毫不犹豫 直接勾上去 现在36分钟 37分钟 LG拿到本场比的双龙会 看一下BQ这边要不要 怎么扛 他们这波又不能上 但是感觉又很难守 A勾 什么又能勾到 被逼出来 逼出来一个加速 现在一直在喷Icon 但一直在门压塔 应该是要倒地了 旁边 BQ已经开始放大招了 你看 BQ已经就顺便了 他没有放出大招 没有放出闪现 直接被秒 旁边踢 踢回来 复活甲就被打不出来 原地的话 可能是只能等死了 戴伊拉直接吸到了两个人 脚背这一波 后续再叫一个精神 最后复活起来的Amy 也没有办法精神交出来 复活甲倒地 那这样一来的话 时间39分钟 一场非常久的比赛 但是LNG最终还是 把比赛拿得下来 恭喜LNG在BQ三中 来看一下本场的一个 经济曲线 其实也能看到 是有一点曲折的 就是一度的话 BLG也是有利用到 他们这个阵容的 打小微魔的一个团战 强势取得一样的经济领先的 看一下这场的MVP 是给到了上单的阿乐选手 4-1-5 22.5%的乘商战比 商业战比非常高 是来到了四成左右 81.8的三战率 这场无论说在前中 后期的速度 都是非常大的 这把其实它主要的 可能特别强势的点 就在于它的装备成型之后 在每一波团开始之前 几波加强炮 都可以压低对方的血量